有哪些提升英语口语的高效方法 所有人都知道 要多听 多练 模仿当地人说话 自言自语 和老外掰头对骂 难点在如何专注坚持下来 形成复利积累 咸淡口语APP就是这方面的专业小能手 有网友就分享过 咸淡口语的课程 是他尝试过众多课程后 唯一坚持下来的口语课程 其他都容易陷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 他的课程分美音和音音 只要上过小学 有点音标基础的都可以学习 很适合入门 课程侧重于基础发音的纠正 一字一句手把手带你说清楚 保证发音的准确性 还会用情景对话刺激口语表达 把门槛降得超低 让人很容易坚持下来 四天六元的体验课 在英语教育界简直跟白颂一样 每天25分钟 听歌曲精华段落 看原生电影经典片段 对比模仿地道发音技巧 还有闲淡的AI老外实时帮你揪音 有吃不准的地方 还可以随时随地 找真人专家老师辅导解答 无聊懈怠的时候 也可以找老师督促你 打打鸡鞋刺激刺激 好了 现在进入软件案例时间 大部分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 会说英语的重要性 真正重视它 并攻克它 如果把时间拉到一生去看 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是收益最高且无风险的投资 也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最大帮手 网易有到CEO说过 英语不是一门课程 是习得技能 一旦学会 终身有效 它能帮你彻底打开世界的大门 直接触达信息的源头 和外国人直接对话交流 进行思想观点碰撞 让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 弘扬中国文化 当然还可以无缝看外看 刷美剧 贼爽 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事是 很多人宁愿忍受 一辈子的痛苦人生 也不愿意花一年的时间 来换取一生的幸福 成功的道路真的不拥挤 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坚持下来 学会说英语便是如此 但闲荡狗语可以帮你 Just do it 优秀软件贵在实用